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我想除了现在那个国际级的电影艺术家所表现的活源家之外 我还想不出第二位有这种传细式的象征人物表现出来 还凭心而论 我并不认为活源先生具有这种资格 但是因为因缘机会被艺术家看上了 那么我们也不妨肉观集成 但是这一点是肯定的 就既然成了传细性的象征人物 他的名字也就成为全民共享 全民共创的集体概念了 不属于哪个家庭了 如果哪个家庭一定要把他拉回去 而且法律的手都拉回去的话 那也没有办法 那只能为活源家先生可惜了 我想活源家先生的后代打官司不能怪他们 主要的责任在于哪呢 是在于半个多世纪以来 低劣的写实主义观念的流行 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其实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学当中 是不存在中低劣的写实主义观念的 总是我们一无一的追求 比如神事写意逍遥 但是自从经历的写实主义观念 大规模有以后 文艺上说很大程度上 成了历史考证 成了政治档案 成了遍言计时 只是像我们这些经历国 很多政治灾难的人 心里都明白 最大的欺骗在历史 最坏的虚假在档案 最高的真实在心里 最高的荣誉在创造 所以古希腊哲学家亚历斯多德 在诗学里边说 艺术比历史更真实 艺术是一个自由的天地 也是一种高尚的游戏 德国学者来信说过 有的时候艺术家 看上一段真实的历史 或者看上一个真实的性命 其实只是游戏的一部分 我想如果现在 让我以来再写一部电影 说当年的霍元贾先生 其实并没有去世 因为武功高强了 现在到武当山去 继续修行了 那他的税率已经很高了 最近听到山下有这么一场官司 就敲敲的下山 看到这部电影 一下子就佩服不宜 深夜就敲开了 李连接先生的家门 于是不久以后 法庭上站出了一位白发证人 我想 清空家的后代不要生气 在艺术上连这样的构思 也是允许的 英国皇家沙士比亚剧团演出 那些知名实性的英国古代国王 是穿牛仔服的 鲁迅故事先里大宇治水时的学者 是讲憋角英语的 比瓦特比下的习罗马皇帝 罗姆鲁斯 是一位热忠养鸡而亡国的 如果一切都符合历史真实 还要艺术干什么